我的化妝老師Jonathan在上課時曾經說過一個非常好笑的例子 他說女生如果唇膏脫皮又不去處理它 就好像男人在鼻孔凸了一條鼻毛出來 是這麼呆眼的 所以我們老師Jonathan介紹了我們用這隻Benefit的 一個唇膏磨砂 唇膏磨砂 這隻磨唇我覺得挺好用 其實它的質感就是白白的 弄少許粒豆的尺寸 然後塗在嘴上 輕輕地磨 它也很容易推 但是要留意 如果真的在磨唇的話 千萬不要像我這樣說話 因為分分鐘磨到最後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整個口都是沙 這樣磨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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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它的一粒粒的磨砂呢 用來磨面 我想是比較粗一點的 嗯 就是這樣 那磨完之後 怎麼處理它呢 就是用濕的一個棉花 那我就用這個毛筋 就這樣一擦 再擦 那就搞定了 那嘴唇的死皮馬上掉了 還有唇色 由於我在磨擦過程當中 是促進了嘴唇的血液循環 所以嘴的顏色現在也是不錯的 那我就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如果不買這一支磨唇 那在家可以怎樣DIY呢 其實很簡單 大家只需要是準備砂糖 那我用這些砂糖呢 就是黑糖 而且那粒子 大家看看 是比一般的白砂糖 還要是幼細的 那呢 還有這個了 這個范絲林 沒錯 我的標籤也脫了 這隻范絲林 看到沒有 那其實是怎樣呢 就很簡單 就可以用一支這樣掃 撈一點點范絲林 OK 然後呢 再沾一點點黑糖 看到沒有看到 那些范絲林上面是有黑糖的 然後呢 就塗上嘴裡 然後呢 用手 就磨了 其實我覺得呢 用砂糖和范絲林 磨唇的效果 不會輸得 外面買的磨唇膏 好 還有呢 有個好處 因為范絲林裡面 它有一種成分 它是可以軟化 死皮的 而沙糖和范絲林的情況下 它也會有少許融化 而且呢 就算不小心吃到 也不會覺得好像一口沙 反而你會吃到甜甜的糖味 那當然不要舔 要不要 要不要 幫你我一點 要不要 嘩 怎麼這麼一口 就是這樣 摸到差不多 也是用濕的毛巾 或者棉花 這樣就完成了 我也是有一個 比較方便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覺得 用手很messy的磨唇 那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我就準備了一支 這支潤唇膏 只是給我磨唇用的 我就認定這支唇膏 然後是怎樣呢 當我想磨唇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唇膏拿出來 然後 就沾一點砂糖 OK 然後呢 就好像塗唇膏一樣 這樣磨 磨到差不多 水唇的熱力 會把潤唇膏溶一點 剩下的砂糖 黏著不要緊 一定要的 我把蓋 蓋上 就是我把這個蓋 蓋上 然後我放回雪櫃 那我下次想磨唇的時候 我就拿出來 因為上面已經有砂糖 那我就這樣繼續磨 那當這些砂糖 是用完 即是黑糖用完之後 我可以再 將這支潤唇膏 再點在糖上 再繼續磨 那這支只是給我磨唇用的 那我相信很多女生 家裡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潤唇膏 有時候忘記帶出去 又在街上買一支 那 相信大家 每個女生家裡都有很多 潤唇膏 那可以這樣做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 Bye Freaky 你今天很斯文 好像Professor Bye 各位哥哥姐姐